完整是心情分享 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我今天带大家演讲这款MMC出品的乱世枭雄 乱世枭雄 都用把气的一个名字 当然之前有翻译叫骚动 但我觉得似乎乱世枭雄呢 对整个人物的性格刻画 表现的会更为到位一些 但是八天虎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小队长 可能提到他的名字 大家觉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提到他曾经手下的副官 那绝对是想当当啊 飘移 而乱世枭雄和飘移之间的恩怨情仇呢 在IDW漫画里面 也是有着很细之如微的刻画 当然了 飘移在他手下的时候还不是叫飘移啊 那个时候是八天虎的一个成员 叫Deadlock 而乱世枭雄呢 也带领他的小队打了很多硬仗 最后是死在了小红手里 纸质品还是标准的配置 但是要再次强调 MMC的漫画真的是非常精彩 值得一看 人形状态下的乱世枭雄 是一个绝对的暗色雕 一体性的表现 也不用怀疑没有任何松垮的部件 看看这个头雕吧 这个头雕我给满分 特别是这个眼睛 还有面罩的形状 面罩的形状呢 鼻子尖这点有一个向上突起的角度 看起来特别的霸气 而两只红眼呢 和浑身的这个暗色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而且这个装甲上面可以看到一些青蓝色的点缀 这个线条呢 似乎是在暗示着装甲下面 有一些晶体块 在不断的发光 虽然是一些很小的细节 但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 而这个手炮呢 也有不同的玩法 我在展示的时候是习惯把它直接握持在手里 可以看炮管里面还有一些线条的刻画 你也可以把手整个拔下来 它是一个球形关节 把火炮作为一个手臂的延伸 从侧面来看呢 这个履带的色调和浑身的装甲是有色差的 也凸显了一定的层次感 翻转到背后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它跟撞针的相似度就要更高一些 两者主要的区别就体现在涂装上面了 在可动性上呢 两者也是非常接近啊 这个头雕能向上翻很大的角度 做一个飞行的状态是很不错的 胸甲的形状两者不同之后 在对比的时候可以看到 手臂这个装甲外翻 平转的手臂平举 包括双动关节的屈肘 球形关节的手腕 使它有更大的一个活动幅度和空间 腰身的平转也是没问题 很自如 整个把玩的手感是非常扎实 每一个关节 胶带的都很清楚 大腿根部的关节支持力也很给劲的 屈膝基本上能勉强接近90度吧 因为小腿这个装甲确实是比较的厚 脚板接地性调整没问题 而且这个小腿上有个面板 可以调整开一定的角度 使这个脚板和小腿之间的距离更为接近 人形看起来也更为自然 那么人形的大小尺寸呢 在我之前介绍撞针的视频里面 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对比肖带 在这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基础模具相同的玩具 在细节上有如何的差异 首先头雕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我之前介绍的 这个乱世萧雄的头雕 我能给满分 撞针的稍微差了点意思 而在肩部的设定方面 两者也是不同 只有撞针能安插肩炮 胸部呢 撞针是采用了极还原文化书里的 镂空胸罩 而这个乱世萧雄呢 是一个屏的上面有细节线条的刻画 两者肩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不同 手臂方面向下延伸 膝盖这个护膝的形状也是不同 乱世萧雄这个护膝包括它的脚尖 都是更有攻击性的 向前的一个肩脚设置 从侧面来看呢 这个区分度除了颜色之外 就没有从正面来看那么的明显了 主要还是一个肩部以及头颈两边胸甲延伸和扩张角度的一个差异了 那么翻转到背后来看呢 这个基础模拟具相同的特点就体现了更为明显 两者主要的区别依旧是肩部这块的装甲 其他部分呢 就只有色彩上面的一些涂装差异了 那么由于和之前的撞针是采用了同样的基础模拟具 变形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就不重复展示了 一体型的表现在载具形态下 依旧保持得非常良好 炮管极为的短粗可爱啊 当然这种短粗可爱呢 似乎也透露着一定的霸气 两个压杆呢 我在这是把它连接上了 因为这个巨炮式的坦克 除了还原核心弹头里面小坦克的形象 也使我想到了某些德军二战里面的巨炮武器 这个火炮的口感性可以想象是非常巨大的 能把它固定起来 不做一个炮塔的旋转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那翻转的背后呢 它的这种深沉的色调啊 似乎是整个载具的机甲感来得更为浓重了 从各个角度来看 可以说这个萌具的表现力都是非常到位的 无论是应用在撞针 还是这款乱世枭雄 甚至我觉得乱世枭雄 整个会更适合这个萌具的一个表达 那么说到这个撞针呢 就把它请出来两者做一个直接的比照 可以看到除了色彩之外啊 这个主炮当然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之前有朋友也提过 这个撞针有点像鸭子车 那么压杆再次强调一下 如果分离开就像撞针一样 可以自由的旋转跑台 那么从各个角度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展示吧 确实啊 我要是再次赞叹一下两个基础模具相同的玩具 无论是人形还是载具 都能有如此高的区分度和辨识度非常不容易 也是足以看出设计师的诚意啊 基础模具相同的情况下 个人以为这款乱世枭雄有着比撞针更出色的表现力 在主体使用极暗色调的情况下 很好地把握了质感和层次的平衡 特别是头雕 形状一流 红色的眼部涂装调配的非常到位 也真的是做到了画龙点睛 而相对这些 我更为看重的是角色选择 类似乱世枭雄这样看似边缘 却实际在漫画里有深入刻画的角色 能够最终实体化 MMC的这条玩具线功不可没 值得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